RGBT其實大部分同學應該對它不陌生 因為這東西已經在新聞 而且感覺好像那個熱度慢慢好像有點衰退的感覺 不過它這個熱度雖然說那個稍微衰退了 可是它變成說在一般的應用上面好像更多 而且像現在很多各行各業 都其實一直在思考說怎麼樣把這東西結合到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面 所以我們大概稍微知道一下 CharGPT有哪些比較重要的一些重點 比如說這個CharGPT我剛有提到 它其實最早是在2015年這個實驗室成立 其實也沒有多久 八年前 然後2019年就推出了現在正在用的那個3的版本 可是3.5才大概四年的時間 不過其實已經算是相當成熟了 讓人家覺得這東西其實真的蠻厲害的 而且它還不斷在進步 目前大概付費的是四 可是4.5已經準備好了 又要上了 另外的話 微軟其實動作也蠻多的 它把所有的相關的產品都加入GPT的東西了 舉反而說剛剛提到那個什麼Bing AI 有沒有 然後另外的話像Microsoft的365 另外的話還有它Visual Studio 就是寫程式那個環境 它也直接加進來 也就是說以後寫程式的話 它已經ply in了 也就直接就呼叫CharGPT直接把程式引進來了 OK 所以以後可能會不會以後工程師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講的就好了 請你幫我寫一個什麼程式加到哪裡 有沒有 就插入就可以了 然後再幫我寫一個另外一個程式 再插入就可以了 你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說確認說這個程式的邏輯 程式的架構有沒有問題而已 就不需要花那麼多力氣 其實現在很多的工程師其實寫程式 也不是說所有東西都親力親為 因為很多程式人家都寫好了 那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聊天機器人 它主要是透過什麼自然語言分這個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敘述 它的回應其實真的就像一個人一樣 你會感覺說是不是真的有一個人 躲在背後回答你的感覺 所以以前剛開始推出的時候 人家就一直懷疑說 是不是有很多工讀生躲在背後 後來發現不可能 這麼多人同時使用 怎麼可能這麼多工讀生 實際上真的就是一個深度學習的AI 在背後做一些事情 所以它能夠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多 當然以我們這個課程來說 就是幫我們產生程式 另外的話甚至可以除錯 當然不是說只有做這些事情 甚至可以幫你寫論文 可以幫你寫小說劇本等等 當然很多 OK 這個我想是其他 延伸的話像 Charge PD4的版本 另外的話 Microsoft 365 還有什麼Copilot 這個Copilot其實很早就有了 微軟把GitHub買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有這個目的 所以我覺得背後 為什麼Charge PD這麼強大 其實我覺得背後的引誤者應該是微軟 微軟把所有它可以給的資源 通通都加到Charge PD上面 所以它其實不是只有提供資金 其實我覺得它提供很多技術資源 而且這一件事情其實 我覺得它十年前早就在佈局了 不是說只是最近 所以這個OpenAI的實驗室成立 其實它可能能做的事情還是有限 我覺得還是微軟 所以這個很多地方 像Copilot本來就是也是要付費的 然後最早是如果我想要寫什麼程式 我付費它會幫我寫出來 它把直接這個Copilot很好用的功能 就直接把它放到Charge PD 有點免費目前給我們用 但我現在比較擔心就是說 會不會將來連這個Charge PD免費的版本 它也要付費 那就麻煩了 目前是不用 但是蠻擔心的 以這種趨勢來看 因為它剛開始什麼都免費了 但是慢慢慢慢都要 有點像好像開始要割韭菜嗎 還是什麼 開始要收網了 韭菜還沒長大就開始要收割了 實在有點太快了吧 OK 那當然以這種趨勢來看 也是蠻有可能的啦 不過如果假設不要收太多 因為現在好像那個Plus版本要收20美金 一個月大概 因為現在利率又升了嘛 所以現在大概32的話 就大概640一個月 而且是每個月都要收耶 它不是說收一次就算了 每個月 如果我覺得一年收一次 我覺得倒還是可以接收 一個月收一次 對一般來說其實有一個負擔嘛 OK 但如果你每天都有在用 你常常在用的時候 我覺得倒也是可以投資 因為它真的可以解釋 幫你解決很多問題 感覺就像有一個魔鏡 有沒有 甚至有時候想說 魔鏡魔鏡 什麼什麼問題 你問它它會回答你 而且常常在寫程式 程式如果沒有一些 一個想法的時候 你問它 它幫你寫出一個大概輪廓 你接著來寫就好吧 這個我想可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目前當然是最強大的 當然最早我本來是期待Google Google其實在AI上面 其實早就已經做了很多佈局了 可是為什麼 卻比OpenAI還晚得很大一步 最近有推出一個 不知道各位朋友用過 叫Googlebar 對 B-A-R-D Googlebar 但是我為什麼沒有特別講它 因為真的不好用 OK就算了 目前啦 目前OK 那我很期待說為什麼 因為我有把同樣的問題 貼到QRGBT跟貼到郭寶 結果寫程式它常常跟我講說 這個它沒辦法寫 這個它沒辦法 沒辦法 那你 對啊 等於還在test的階段感覺吧 OK 都沒有耶 那 QRGBT就可以給你很棒的程式 Source code 而且是很正確的 那我在想 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麼強大的一個 這個一個資料庫 其實主要應該是微軟 因為微軟很早以前就把那個GitHub 因為全世界只要是工程師 資深工程師都會把自己的Source code 程式丟一份到GitHub上面 那GitHub本來是一個免費的一個平台 提供給所有工程師去放他們的程式 後來是被微軟給收購了 那時候這個新聞一出來我覺得很奇怪 微軟幹嘛沒事收購一個 一個自由軟體的一個平台 因為微軟是屬於商用的嘛 你商用為什麼突然涉足到 自由軟體 感覺好像撈過界的感覺 現在想起來原來它就是 開始要佈局 Charge API的部分 因為它訓練AI 那你訓練AI 如果你沒有給它足夠的資料 去讓它去學習的話 那它自然而然不可能有 這麼好的一個結果給你嘛 OK所以我覺得 微軟其實佈局也佈局的蠻深的 OK 那至於那個註冊還有登錄這個我剛剛提過 所以請各位務必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如果你假如還沒有使用的經驗的話 或者你不常用 我建議你可以常用 或者你以前用在別的地方上面 那最近可能就開始請它寫一個程式 比如說後面我們有一個程式就是寫BMI 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講 你可以看看 但是它給的我覺得也蠻OK的 蠻合理的 而且好像寫得蠻接近的啦 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那當然它不是寫程式 可是我覺得寫程式功能 真的已經算很厲害了 其他功能我倒沒有特別去 特別像翻譯這個 因為我沒有這個太多的需求 另外還有什麼 寫詩耶 寫詩 寫什麼詞 不知道 還有寫歌詞也可以 作詞 不知道有沒有做 作曲好像也可以喔 所以請你幫我做一個什麼 做一首歌的曲是什麼什麼 或者是寫小說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啦 甚至有一些email 你也可以請它幫你回覆 但是好像台北政府最近有一個公文是說 禁止使用XGP回覆民眾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可能它問題就是用XGP說 有個民眾什麼什麼需求 請你幫我回覆 XGP幫幫幫幫 就回覆出來 然後把它複製貼上 就可以搞定這個問題 公務員真的蠻好的 如果公務員也會使用XGP 倒也不是壞事 只是說要怎麼樣權衡 兩者之間 就好像說現在很多教育部也在開始 在規定說到底XGP怎麼使用 因為很多學生的報告 都是用XGP產生的 那可是問題你 你沒辦法阻止 但是你有辦法什麼規範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制定這個規範 這個也是值得去思考的 所以未來很多東西 到底能不能用AI 那能夠用到什麼程度 其實應該是有一個 可是目前好像就是因為剛推出 所以其實大部分人也不太懂該怎麼做 就像說很多比賽 像那個攝影比賽也是一樣 有一個好像有一個人也是用AI做的 然後最後得了第一名 結果後來他就說 我是用AI產生的 大家 什麼 怎麼辦 你第一名了 是應該把你的獎項取消嗎 因為剛好那個比賽的時候 他應該要先明文禁止 用AI去產生圖 所以這個是值得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程式目前應該是比較沒這個問題 因為不會有一個老闆說 你工程師不要給我用XGP產生程式 不行 我不接受 不可能吧 老闆根本不會管你怎麼寫的 反正你寫得出來就好 問題可以解決都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 因為資料只有到2021年的9月 所以他一直跟你講說 有後月資料的話 你可能要買新的版本 所以他一直要跟你講要付錢 付錢付錢 很煩 但是如果你覺得有必要的話 或許你可以再花一點錢 再來的話就是說 到底那個花錢跟不花錢 有什麼差異 其實這邊有一個比較表 其實各位稍微看一下 當然可以理解 花錢跟不花錢絕對有不一樣 不然誰會願意花錢 對不對 但花了錢對你來說 目前重不重要 如果你只是初學者的話 說真的這些對你來說 其實根本不重要 有沒有 比如說提高準確性 你怎麼知道準確性到哪裡 對不對 你只要先有層次就好了 而且你寫的層次都很簡單 其實也不用 另外的話他有增強自然語言處理能力 所以他基本上會更像個人 有沒有 給你東西可能會更接近你要的一個結果 另外的話還有一些客製化的 甚至增加API的調用 OK 也就是你可以不需要經過那個介面 他後面其實是可以直接透過程式去呼叫 那個ChargeVT 可以寫在你的程式裡面 OK 不過如果目前用不到的話 我覺得倒不用花那個錢 但我看到就是說 比較大的差別 如果你付了錢之後 他的SAN之外 旁邊有一個 可以讓你上傳檔案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你可以直接把 比如Excel檔 這個檔案裡面什麼資料 你可以直接就丟給他 然後跟他講說 這個檔案裡面的哪些欄位 我希望怎麼怎麼處理 他就正在幫你把所有公式程式都寫出來了 然後你一讓可以了 所以辦公室運用我覺得 這倒也蠻可以的 只是說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跟他磨合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畢竟才剛推出來 OK 其他的話哪一個優勢 這個大家看一下 他其實已經盡可能表現出一個 這個像忍衣 所以他有一些比較專業的東西 只要他在他的資料庫裡面 已經被學習過的 其實表現都非常好 像是他考那個律師的資格 居然通過了 OK 可是他應該沒辦法去法院去辯論吧 他應該也不能 或是以後一個叫AI的律師 幫你辯論 但目前是沒有 不過我在想以後應該 倒也是可以輔助 因為畢竟 像律師要背這麼多法條 他總會有遺漏的 如果AI突然給你一個提示 所以你可以根據哪個法條 可以怎麼樣去解這個問題的話 當然更好 其他當然像醫師也是一樣 醫師比較判斷 你可以丟很多的資料給他去學習 以後如果看到什麼樣的片子 可能他是得什麼樣的疾病 OK 除此類的 我覺得是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當然再來的話就是主要重點 我們是擺在就是說 QRGBT怎麼去生成這個程式碼的部分 其實後面基本上我們每個題目 其實都可以丟給QRGBT 他會幫我們產生 而且產生的結果 我覺得倒也是還蠻OK的 其他還有這些 我想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目前是免費的 不過未來會不會花錢 不知道 OK 未來也許會慢慢會收費 另外的話目前有沒有支援中文 當然絕對 而且沒有問題 毫無問題 OK 怎麼那麼厲害 OK 其他的話 這些的話大家看一下 好 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到 我們的那個Python的部分 所以剛剛我有提到就是說 那個環境部分 記得 如果你假設是低疊底下的話 你直接就不用做任何設定 直接把它打開 就會有spider 除非說你是放在低疊以外的目錄 才需要按右鍵 我是建議你可以裝Nordepay++這個軟體 然後把它打開之後 捲軸拉到最下面 就可以看到有路徑 把它變更一下就OK了 這邊我這邊可以看到 我現在C 如果我把它改成C的話 存檔這樣OK 打開就可以 再來可能要注意一下 盡量在 不是盡量 在這個目錄裡面 絕對禁止用中文的名稱 因為剛剛同學就試了 就是你只要有中文名稱 它會出現什麼UTF的編碼錯誤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spider這個程式 它目前還無法接受中文的編碼 所以特別注意你的資料夾裡面 不要有中文的這個東西 但在程式裡面有沒關係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好 再來的話 我們要進入到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其實還蠻單純的 當然可以開發Python程式 太多太多了 目前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軟體比較簡單 其他像雲端也可以 只是雲端畢竟 我覺得還是隔一層 沒那麼直覺 而且檔案 比如說你有一些檔案存檔 存在local端 如果你在雲端變成在雲端上面 你還要繼續找 OK 其實相對比較複雜 我覺得這個算是目前比較簡便的 另外的話 我覺得這個環境還有一個優點 是雲端做不到的 就是除錯 debug 有沒有 debug它可以設中斷點 或者你可以逐航慢慢跑 OK 我覺得這個有些地方是 雲端的版本無法達到的效果 這個後面 我會再按照 就是說遇到狀況 我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今天的話 也許第一次上課 所以請各位 先把環境打開之後 並且做一個簡單的練習吧 比如說像這邊 有一個簡單練習好了 這個很簡單 請幫我輸出結果 比如說 A等於5 B等於5 B等於3 然後把這個A加B的結果 print了出來 這很簡單 這可能是怎麼寫呢 第一個當然你就是 先給它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也有叫A A等於5 特別注意 那個Python的特性 就是說呢 它不需要宣告變數 A這個變數在以前的語言 是一定要先宣告 然後給它這個變數的名稱之外 還要指定它是什麼型態 有沒有 比如說 s string之類的 或者是它int 但是呢 Python有個特點 它不需要任何宣告 你說老師 他不宣告那個變數怎麼產生 很簡單嘛 當你第一次給它什麼資料 比如說你給它5對不對 5給它之後的話 那個A裡面呢 就放了5 那如果你給它的是一個整數的話 它就是一個整數型態的變數喔 OK 那比如說B等於3 然後呢 你就把兩個加在一起 ns等於A加B嘛 OK 最後把它print出來好了 那print直接ns好了 如果不打一些敘述 這樣比較簡單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結果輸出 print的話呢 就是直接按上方這邊有個執行 有沒有 它就會直接幫我把結果呢 print到哪裡呢 print到右下角的那個畫面 這個叫控制台 有沒有 你把它run了之後 這邊又輸出一個8 這個數字出來了 這個8有沒有 OK 但是你說這個看起來有點不太清楚耶 可不可以在前面加上什麼 比如說加總結果的一個敘述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friendly一點 所以呢 但是問題請特別注意喔 在Python裡面 那個資料型態很重要 因為如果假設A放進去是一個數字 是一個整數的話 那如果你假設前面要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文字的話 比如說前面 NS 比如說加總結果冒號 比如說 那如果是一個文字的話 記得呢 在Python裡面呢 就是前後要加上雙引號 當然你加單引號也可以 雙引號也可以 可是你不能一邊單一邊雙 不行 一定要兩個都一樣 那我個人比較習慣用雙引號 因為其他語言都是雙引號 如果你突然用單引號 感覺怪怪的 我乾脆一律用比較習慣的 然後你就在前面也許再加上幾個文字敘述吧 中文沒關係 反正它這個目前的話 它是可以接受加總結果 那如果要串接的話 中間請你再加一個加號 加號的話表示說串接 可是這邊有個問題 前面是文字 後面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文字跟數字 要串在一起它就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資料型態不相同 沒有辦法做串接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有沒有 它會出現有一個錯誤訊息 什麼錯誤訊息呢 將來這個你可能要看得懂 因為這個錯誤訊息一定會很常出現的 而且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錯誤訊息要該怎麼解決 有沒有 所以你要看關鍵字 Type Type就是所謂的資料型 形態 這個形態是說 你前面是文字 後面是數字 那我其實沒有辦法幫你把兩個串一起 那該怎麼辦 所以TypeL 那這個TypeL指的是哪裡有錯誤 它這邊會跟你講說 我可以幫你串接那個String String 這個指的是文字 然後呢 它說Notint Notint 這指的是什麼 其實Notint 其實指的就是ANS 也就是說 你目前這兩個都是數字 所以你放一個數字就整數 Int就整數 所以它還跟你講說 你要to to的話就轉型的意思 toStr 那意思是說 你要把這個轉換成文字 那就OK了 那你要怎麼轉成文字 這個還蠻常遇到的 很簡單 請你把你要轉型的 這一個變數外面 包一個函數 就是轉型函數 叫Str 那Str的話呢 指的是什麼 幫我把 瓜糊裡面的資料 轉換為文字的意思 那它就會怎麼樣做呢 如果你加了Str 它就會幫我把裡面原來的8 有沒有 加了這個之後呢 就變成前後有雙引號的8了 也就是說它就變成文字8了 那文字8跟前面的文字串一起 那不會有問題吧 那應該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就沒有錯誤訊息了 OK 所以記得轉型的部分很重要 那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做一個一件這個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這樣 把上面這個 這Ctrl加就放大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乾脆 把這邊呢 直接改成5的前後雙引號呢 然後呢 三尾前後雙引號啊 那我們就把5加3 Printer出來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Str呢 有沒有可能 那得到結果會是什麼呢 5加3吧 所以喔 5加3 所以變成 變多少 文字啊 就5加3 就53啊 就53吧 對不對齁 所以加總結果請問是多少呢 那如果概念應該就知道結果 目前沒有轉型喔 得到結果會不會是正確 應該會是正確啊 因為它這個就是文字嘛 對不對齁 所以不用轉型嘛 試試看好了 有沒有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文字可以計算 它不會計算 但是它會串在一起 所以串在一起得到結果多少呢 對 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 加總結果變53了 所以5加3的結果變53 原因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這個啦 一定就是什麼 一定就是說 把它當成文字來看待的時候 它其實並沒有計算 它其實是串在一起而已 OK齁 所以喔 如果你要計算的話呢 只有數字才能計算 文字無法計算 可是你說老師 那如果A跟B是這樣的狀況的話 那我又要計算呢 那該怎麼辦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那剛好要改 改哪裡呢 你就要把5跟 這個A跟B有沒有 要先轉換成數字 然後再加在一起 所以如果它現在上面這個是文字嘛 它是STR 其實就是STR 然後如果你要轉成整數的話 那變顛倒了 變成A的前面要加INT 前刮弧 後刮弧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5的雙引號拿掉 變成5的數字 然後後面的這個B也是一樣 INT 有沒有 然後這邊一樣把它解 那你下輸出的話 那基本上還是會一樣遇到剛剛的問題 什麼問題 那這個時候的ANS裡面呢 因為它放了5跟3的數字 所以它變成8 也是沒有前後算 所以你輸出的話會變成怎樣 一定還是會出現TypeA 為什麼 因為它得到的結果還是一個數字 數字沒有辦法轉喔 所以還是一定要加STR OK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主要是讓大家了解 就是文字跟數字的型態不同的話 那你一定要經過轉換 否則沒有辦法做正確輸出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這個簡單的題目好了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變化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把B的部分改成3.2的話 那記得 如果它是小數點的話 你就不能用INT INT是整數的轉換的一個函數 如果你今天是有.2的狀況的話 那怎麼辦 你們試試看好了 先把這個簡單的公式 先程式先試狀看看 那今天第一堂 第一次上課 至少你要了解什麼叫變數 OK 變數就是直接負以值就可以 第二個的話 變數的型態有哪一些 那最常用到的 其實主要就是三個 一個是文字 一個是數字 數字又分兩種 一種是整數跟小數點 拍照裡面最終這三個 你應該很熟練 因為這三個一定會經常出現 那另外還有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串列 串列目前還比較難一點 所以後面會提到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剛剛的這個題目稍微做個變化吧 這個在講義裡面其實也有這個範義 或者是說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將來如果相關的資料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的第二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 這邊一樣 我也把剛剛這個程式有沒有 直接就放到那個 雲端白板其實是講義裡面的東西 第二個單元 其實我是把它放到講義裡面 如果你要複製貼的 如果你擔心說你打字太慢 同學將來也可以 從這邊得到那個原始碼 試試看喔